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坐上干吗去了 玩呗 还能干什么 玩 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你还有心思玩 爹 出了什么事了 补军统领衙门把你的军火扣了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啊 行了 别演了 我跟您说 爹 这事真的不能怪我 哲聿茶军火就是想打压一下 咱们郑白旗 我这次也算是给您这个 郑白旗旗主挡了一载 你要是不倒腾那些西洋火器 能给他们这个茶你的机会吗 我这不是都解决了吗 您放心 吸个茶就知道自己喝 我的呢 你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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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红袍 茶性温热 火大一伤干 所以就没给您倒 您要喝我就给您倒 你怎么办 火大也是让你给气的 告诉你那些小家伙 最近少惹事 别给我找麻烦 我们能惹什么事啊 爹 你是不是又去见舒尔泰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 现在跟舒尔泰沾边的人 都非常危险 宫内派大内侍卫守护在亭雨漩外 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啊 干什么去啊 爹 您不提我还给忘了 神机营有一件 特别特别要紧的公物 等着我去办 我得先去 什么事 放心吧 不沾面 站住 你怎么进来的啊 走进来的 你是来跟我示威的是吗 杨语初啊 杨语初 你说你捣我那批军火干什么 芮珍转了头就还给我了 你折腾来折腾去 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用吗 要不是我 你会白白送给芮珍 马克沁机枪和诱案发子弹 能让你这么憋气 看来我真是没白忙活一场 你说吧 你来干什么 真想听 看看是什么话 好话 好话行啊 装吧 好话行啊 装吧 那你做好了 咱们好好谈谈 要求还挺多 行了吧 如今时局不稳 京城里的麻烦事 已经够多了 这种时候 你弄一批军火入京 就不怕引火烧身吗 谁引的火 谁引的你告诉我 要不是你谁会来查我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崇利明你别在我面前装傻 如今京城上上下下都在议论地后之争 大臣们更是谨言慎行 而这个时候 你以神经营副都统的身份忽然弄一批军火入京 你这是做给谁看 你够狠 这盆子扣得真大 没有人想要扣你盆子 你的父亲沈修 如今是太后身边的大红人 而你最好的朋友 神经营前任督统舒尔泰 却是明面上最支持皇上初来主政的人 如果真的到了要抉择的时候 你要站哪边 那倒也不是 不过呢 不过什么 这问题是你要问 还是哲昱要问 要是我问呢 舒尔泰大哥支持皇上 那是为了王朝的未来 我当然跟他的立场一样 那要是我舅舅折玉闻呢 那要是我舅舅折玉闻呢 我对太后的忠心天地可见 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 崇利明你到底有没有句真话 有啊 说 你今天真漂亮 你 滚 我怎么夸得他还生气 我怎么夸得他还生气 你看 下去 独头 下去 独头 快点 快 给他意义 独头 独头 来来来 独头 来来来来 独头 独头 快点拿这儿去 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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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快点 快点 我推你算轻的我告诉你 快点 你们太不够意思了 大丈夫 能屈能伸 了不起 了不起 来了 妈 不能 态你 它就好了 没 确定了 为什么要杀我 别跑 站住 转过来 哥 你要杀我 为什么 我跟你之间有什么仇吗 哥 你跟这种人还费什么话呀 恩将仇报 一枪崩了他得了 我跟你之间到底有什么仇 我和神机营有仇 你跟神机营有仇 你跟神机营有什么仇 不用你管 爷爷今天心情不好 偏要怪你 除非你杀了我 你跟神机营有什么仇 你跟神机营有什么血海深仇 你跟我决斗 如果你赢了 我就放你一眼 但如果你输了 就要告诉我 你和神机营有什么血海深仇 当真 哥 贝勒爷 爷什么伸手你们不知道吗 退后 好好好 来吧 你不用武器吗 对付你也用不着 公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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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我 神经营当年灭了我的村子 杀了我的亲人 原来你是个小马贼啊 我告诉你你搞错了 你说什么 你刚才说进村的一共有九个人 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一样的枪 是吗 那就是你们神经营的标志 没错 那确实是神经营的标志 也的确是神经营的枪 但神经营有护卫京师的要则 怎么可能会去屠杀你们 一个小小的马贼村呢 那你说是怎么回事 十年前远赴西北 上一任藩主就是在那个时候消失的 你到底要说什么 凶手另有欺人 那要按你这么说的话 你说我的仇人是谁 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去看一场好戏 看什么好戏 大了你就知道了 我去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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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什么人啊 乱党 那么多 全部都是吗 那个陈龙 把京城的同盟会都给招了 这次是可以一网打尽了 可那些女人跟孩子呢 乱党家属是为同罪 那这个孩子哪儿 娘 她是没罪 娘 但是斩草必除根 她必须死 董公公 请您转奏太后 下官已经联系好一位 美丽坚的医生 他说可以治好皇上的病 皇上龙体乃国之根本哪 还请董公公转告太后 知道了 我这就去转告太后 我们在此专候太后一职 那就不必了 送二位大人出宫 我是朝廷命官 谁敢碰我 拖出去 公公公 公公 二等求 Sprし 皇上居兴何盖 天理何荣 贝勒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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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祖 贝勒爷 贝勒爷 你怎么在这儿 原来的护卫呢 之前的护卫都被遣去了别处 留在这里的都是王府的精英 是我父亲的意思吗 贝勒爷 王爷他这么做 就是怕您惹祸上身 我要见我大哥 就是怕您见舒尔泰 所以 你是在拦我吗 我们也是身不由己 这 这是王爷的命令 王爷的命令 这么听话呢 滚开 碧磊炎 告诉你 别拦着我 碧磊炎 saint 特别人 他先走 赵磊炎 优优独播 乔尔鎊炎 优独播 匿播剧场 调优独播剧场 如今之事 你跟我是出不去了 外面的事情 只有靠你一个人想办法了 记住 保住皇上 万事消息 关键是现在谁也接近不了皇上 我怎么能接近皇上 有一个人 你可以去找他 谁 你的父亲 沈秀 沈秀 我说崇利明 干什么呢 给我下来 你说您这人走进来也无声无息的 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电灯炮 有了它 咱们这个祠堂以后就能够 长明了 电灯炮 我还不知电灯炮 你给我下来吧 您还知道电灯炮呢 亮不亮他 一年也不见你来一趟 你说你瞎挣的什么呀 那不是为了您来这儿打扫方便吗 老头 有没大没小的 你过来过来 我问您个正经事 这个宫廷救火队 什么情况 我告诉你 你不要参与进来 该问的问 不该问的就不要问 是 话是这么说 你看啊 爹 您负责组建的宫廷救火队 就看守在寅台长桥上 离皇上最近 他们是往左走 往右走 都直接关系到皇上的安危 舒二太跟你说什么了吧 他让我给您带句话 事已至此 无论如何 都要以保护皇上为主 爹 难道您 我是怎么祝福你的 你又是怎么答应我的 都忘了 你把自己的话当成放屁吗 那我是艳势番的人 我怎么可能 坐视不管袖手旁观 跪下 崇利明 你还是不是我儿子 跪下 爹 皇宫里的天都要变了 您一个人扛不住 我知道事关重大 不容有失 但您连您自己的儿子 都信不过吗 老太后的身体 每况愈下 眼看是挨不过这个冬天了 在她老人家病天之前 有些事她不放心 所以有些人必须先死 儿啊 我可不希望先死的人 当中有你啊 你懂不懂啊 起来吧 儿子 您说得好我都懂天 对 我都懂 您放心 是 艳势番今日据此 乃因密令天降 好久没有接到密令了 也不知道今天让咱们干什么 干什么 看看不就知道了 请康熙字典 请康熙字典 走 封 我的名字典 请康熙字典 楼 十七二十五 尘 上 一 十二 十二 没解放 四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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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内 诛杀数二代 王爷 连本王你也敢来 奴才不敢 你是什么人哪 回王爷 奴才是郑白旗的阿左 你们在外面候着 是 王爷请 艳势范这些人哪 也就崇利明 还算对你有忠心可言哪 也不怪他们 当初是您 让我直接接替了 阳明藩主的职务 瑞珍他们 早就心怀不满 我是皇家的人 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这个王朝 说二代 这段日子让你受委屈了 再忍几日 等到时候 你要继续做你的藩主 官职我也会尽快帮你恢复的 帝我一同辅佐皇上 帝尔太是皇上身边最忠心的护卫 这些年一直以艳势番番主的名义 公开保护皇上 如今这道密令的出现 就代表帝后之争 已然有了结果 我们若是拒绝之行 就会落得和他一样的下证 艳势番向来都是按秘令行事 我们没要选择 只有执行 你跟淑尔太走得最近 他对你的戒心最小 你什么意思 有你动手 最容易成功 谁都知道我崇利明能有今天 全部都是淑尔太大哥 一手提拔上来的 让我去杀了他 我岂不是要背上恩将仇报的骂名 如今是做生死抉择的关头 骂名算什么 那你怎么不去 你推三祖次的 是想违抗密令 你们少拿密令压我 都是自己人 我就实话实说吧 舒尔太的身手如何 大家心里都有数 就算咱们一起动手 也难保不会有所损失 你是怕明着去杀他 他起了逃逸之心 我是怕折了大家的脸面 舒尔太毕竟是咱们的藩主 咱们能做的 就是让他最后走得体面 只有你 才能让这事办得体面 我都不想念他 你需要认真 把你也想念好 找他 我怎么想念他 你会在家里 你可以赶数 你quency 你一个谁 六 你 你 你怎么来了 你犯了什么事 被神经关在这里 一言难尽 那你想不想出去 当然想 好 那我问你 那批军火的事情 你是怎么知道的 崇利明要那批军火 我做什么打算卖给谁 先放我出去 把门打开 这 恐怕不合规矩吧 步军统领衙门要审这个犯人 看吗 步军统领衙门 怎么能提升我们神机营的犯人呢 你想阻拦我 这是神机营的牢房 没有都统大人的命令 谁也不许放人 崇利明呢 我哪知道啊 再说了 我跟你说 这小子事可大了 就算你们芮臻亲自过来 也带不走他 是吗 是吗 好啊 咱们走着瞧 你小子 这 找人呢 怎么还不回来啊 你 你们找谁啊 阿易这小王八蛋 是不是住这儿啊 阿易不在 看来是找对地方的 把人给我找出来 不是 你们要干吗 你们要干吗呀 你不要干吗呀 你们要干吗呀 你们要干吗呀 我这儿 不是 我这儿 干他 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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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不累啊 不累 阿易 烧米好不好吃 好吃 还有吗 没了 买了点 不都给你了吗 阿易 大傻 给你一半 不用了 不用了阿易 你自己吃啊 大傻不饿 你看 挖了这么多野菜 还有吃苞米呢 回去可以给你搓汤吃 又没有肉吗 肉 我想吃肉了 行 阿易 下次大傻一定给你找肉吃啊 咱们行回家 走 来啊 你干吗 突然让咱们弄个尸体干什么 也许这是 验尸番的秘密任务吧 他自有相反 你们少问 不是 可这尸体去哪儿弄去啊 你不是武作吗 弄个尸体还不容易 你才武作 我是叫法医 法医你懂吗 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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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尸体这个任务 就交给你了 你胡扯 我看 咱们去布军统领衙门的牢房里 找个死囚犯 到时候偷偷地弄一个出来 这倒是个好注意 好什么好 爷特意吩咐过 这是个秘密任务 要秘密进行 你去衙门弄个死囚来 你觉得这能是秘密吗 那你告诉我怎么办 总不能去刨分掘墓去吧 我说你还能再缺德一点吗 我们还是去找贝勒爷吧 这是什么膏药啊 这是什么膏药啊 这个是天河骨通贴 药局师傅说 这东西是专门驱风散寒 活血通落的新药 还不容易过敏 你觉得还可以吗 觉得还可以吗 热乎乎乎的 要是觉得还不错 明天我再去给您拿几副 您这身子骨 以后就少干点活 这养儿完以后的活啊 逗我来干 您这身子骨得多当心 不要太操劳了 晴儿 你才多大呀 怎么跟当年你奶奶似的 唠唠叨叨的呀 这还不是为了爷爷您好吗 行了 我孙女儿孝顺 天不早了 睡吧 好 这么晚了 谁呀 我去看看 爷爷 我去 弟兄 干什么 你关起来 那小子 把她交给我 凭什么 你是不是因为他告密军火的事 就公报丝绸抓他 是他告诉你的 军火藏在阳府 你不知道 你要他干什么 你关他有事为什么 我现在有事 以后再说 不说清楚 别想走 你这个女人真的特别烦人 让开 杨语处 杨语处 咱们俩虽然算不上青梅竹马 但至少也是从小就认识 你至于这么针对我吗 我在跟你谈公事 别跟我扯没用的 谈公事 你一个部军统领衙门护军参令 竟然敢拦我神机营副都统的车 你活腻了吧 你能拿我怎么样 我告诉你 你我为什么关他 你是不是就不纠缠我了 你说 因为他要刺杀我 刺杀你 所以我才关了他 那你受伤了吗 你可能忘了我是谁 我可是崇利明 我怎么可能受伤呢 我现在说完可以走了吧 我问你 他为什么要刺杀你 他跟你有仇吗 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很烦 我下次再跟你说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下次再这么使劲 摔我的门我就 岐盖 你 叶翔你不是一天两天了吗 崇利明不会放自己的 崇利明 崇利明 我看在崇利明 我看在崇利明 到底都把我怎么样 我看在崇利明 来 来 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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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跃 妈 这就是你们出的主意 烟熬调的药 能导致心脏骤停 发作快 几乎没有痛苦 下毒是懦夫的脊梁 那 你想怎么样 他戎马一生 理应死于刀枪之下 这样才能为他留住最后的尊严 崇利明 之前你也说过 大家一起动手 反而会激起他的逃逸之心 以舒尔泰的身手 一心想逃逸的话 恐怕这件事情就麻烦了 人死万事空 还谈什么尊严 记住 三日之内必须动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